大家好 歡迎各位又來到 癌症新觀點 醫學教育頻道 今天是我們抗癌一手 靠營養的單元 今天來跟各位分享 我們在臨床上 經常被癌友問到一個問題 癌症患者 可以吃辣嗎 似乎辣 好像對癌症患者來說 是一個禁忌 臘好像會讓癌細胞 有些些增長 臘真的是有這麼這麼 不適合癌症的病人嗎 萬一癌友在過去 是非常喜歡吃辣 那怎麼辦 現在頓時期間 沒辦法吃辣 而且在癌症治療的過程中間 其實身心靈受苦 然後萬一又不能喜歡 本來喜歡吃辣的 又變得不能喜歡 剝奪了吃辣的 這個所謂的快感 對癌友來講 其實是既攜帶 既怕受傷害 但是又有想要 又有所期待能夠吃辣 到底可不可以吃辣 癌症患者可以吃辣嗎 這真的是一個 還蠻常被問到的問題 對癌症患者 很多人在確診之後 就開始變得 突然開始很養生 開始覺得吃辣這件事情 好像不太養生 開始就會開始戒掉這些吃辣的一些行為 但之前有一些研究可能會顛覆你的看法 辣椒其實不是 既然不會觸發癌症 反而抑制癌症 我們來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 2020年美國心臟協會 在2020年的一個年會當中 有一個必報 研究必報顯示 在探討說 吃辣到底跟我們的死亡的風險 尤其是心血管癌症的風險 心血管風險跟癌症死亡的風險 到底會不會影響 結果在一個報告發現說 如果吃辣的話 如果吃辣的話 心血管跟癌症死亡的風險 相對會下降大概25% 這個研究並不是什麼上不了台面的一些國家 或者是說一些研究單位所發表 這是克里夫蘭醫學研究中心 醫學中心的團隊所進行的綜合性分析 裡面的綜合性分析納入了美國 意大利 伊朗 中國 這個四項研究 共有557萬的參與者的資料得到結論 參與者分成一個常吃辣 跟不吃辣的這兩大類 值得注意的就是說 此研究中講的吃辣椒不等於吃辣 吃不了辣椒的也可以量力而遠 不一定要說需要天天吃 所以本次研究納入了中國慢性病前瞻性研究顯示說 一週只吃一到兩次辣醬 辣椒油等辣味食物也是有一定的作用 所以雖然這研究是探討吃辣椒 但是對吃辣來講 基本上這樣的一個研究報告是有確定的參考價值 在中國的研究發現到說一週只吃一兩次辣椒醬 或辣椒油等辣味食品 對於全死亡的風險大概可以降低15% 吃辣可以降低心臟病的風險 降低其他疾病的死亡風險 但是可不可以抗癌呢 目前認為辣椒裡面有一個特別的抗癌物質 叫抗辣椒素 它可以抑制胎細胞生長 包括胃癌的胃細胞生長 它可以去透過一些相關的一些 氧化酶的表達的調節 來插發揮到說 對於胃細胞抑制增殖的活性 另外它可以誘導 辣椒素本身可以誘導胃腺癌 跟大腸癌細胞的一些自我的調望 另外辣椒素本身對幽悶感菌所誘發的 胃癌有一定的抗發炎作用 通過研究發現說 對於慢性萎縮性胃炎的大鼠 給予小肌癌辣椒素治療28天之後 發現它說胃黏膜有損傷的修復 而且可以阻止慢性萎縮性 黏膜炎的發展 另外辣椒素本身跟其他抗癌藥 聯合使用的時候 可以增加抗癌的活性 所以辣椒素本身 原來我也在實驗室的發現到說 是可以有化療增鳴的效果 但是所有的一些研究都告訴我們說 有幾種人是儘量要少吃啦 第一個心腦血管 過去有這些慢性病的人 心臟不好的人吃到會引起心率不整的機會增加 因為辣椒中的辣椒素會造成循環血流量的增加 造成心跳加快導致心跳過速 所以心腦血管疾病的人應該要少吃辣 否則會造成心腦血管疾病的惡化 甚至會讓心腦疾病的好轉的情形會變慢 另外有冠狀心臟病的人 有冠心病的病人 心臟食物可能會刺激冠心臟的心臟負擔 無形之中會讓所謂的冠心病的疾病嚴重度會加重 另外吃辣對於一些冠心病的病人來講 容易產生一些心情浮躁的情緒 所以這時候有時候可能會讓心跳的跳動出一些問題 所以冠心病的人應該要謹慎的吃辣 腎功能不好的人也是要注意 因為辣椒素主要是透過腎臟排泄 最重要是說我們常常吃辣的時候也常常會吃到一些鹽分的東西 所以這些東西對腎臟來講不一定是太好的東西 有一定的刺激的作用 所以腎臟不好的人要盡量少吃辣 來減少腎臟的負擔 另外胃酸過多的人吃辣也不太好 因為辣椒素會刺激胃酸的分泌 胃酸過多以後會刺激膽囊的收縮 導致膽口道口的扣躍肌的激然 導致膽汁排出困難 從而誘發膽囊發炎、胰臟發炎、膽角痛的問題 這些都要注意 另外長期便秘的人吃辣也可能因為辣椒素會加重便秘的症狀 而且呢 痔瘡的病人如果吃辣還會造成靜脈充血 會讓所謂的痔瘡的狀況更為惡化 甚至有可能會導致肛門出現囊腫的驚醒 口腔過癢的病人 如果有口腔過癢的情況下 因為辣椒素刺激比較大 會誘發酮症 還會造成你的潰瘡面被刺激 然後有可能讓潰瘡的狀況更嚴旧 會讓這個潰瘡久久不會癒合 所以一旦你在癌症治療期間或癌症患者都要注意說 癌症的病人如果有口腔潰瘡 無論是治療期造成還是一般的問題所造成的 盡量還是要少吃辣 眼睛有疾病的病人 包括角膜炎、睫膜炎的病人 吃辣以後可能會讓眼皮腫脹 甚至有的人會導致眼壓升高 所以眼睛有疾病的人應該要謹慎的吃辣 脚狀腫健康健的人也是要小心吃辣 因為吃辣可能會讓心跳過快 脚狀腫健康健的人本來就心跳速度相對比較大 如果又吃了辣讓心跳過快 很可能會讓心臟的負擔更為增加 另外有一些慢性胃炎、胃潰瘍、食道發炎的人 基本上我們要特別注意到說 吃辣可能會讓這些腸胃道黏膜 產生沖血水腫 加速腸胃道蠕動反而會造成腹瀉、腹痛等增長 對消化功能也會有影響 這幾種類型的情況下 對於吃辣都要特別小心 所以癌症患者如果除了前述的十項情況下 如果你個人並不是很排斥吃辣 適度是可以適時吃辣 如果過去是喜歡吃辣 如果也沒有前述這種這種狀況 還是可以繼續吃辣 重點是不管你愛不愛吃辣 只要是女性癌症病人 你千萬不要忘記你在癌症治療集結 甚至癌症治療集結後 還是很有機會當辣媽的 今天的節目就到此結束 謝謝各位的觀賞 謝謝 喜歡本頻道的朋友 別忘記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更多癌症治療新知 請掃描畫面上的QR Code 您的支持與鼓勵是我們持續進步的動力 我買以替認識更多購irs 在〈滿開啟 lore 這塊是搞的 上面振動者